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個網友,他老婆是烏克蘭人,看到外甫外母的情況 他是這樣說的,年輕的烏克蘭人很反俄 但老一輩覺得沒所謂,30年前都是俄羅斯統治 聽說俄國軍隊在進攻機場,在48小時之內,機庫可能失收 聽說是怎樣呢? 昨晚我其實有一個烏克蘭人朋友,他在西班牙 今早8時機,他4時出門後 然後到5時機場去到機場 其實去到一半已經發現那些人是全部打倒退 然後是混亂的,你覺得有沒有保障? 其實炸彈是沒有眼的,一個炸下來 剛好就不幸運,可能被混石撞中也會死 明白,好,一起保重 希望我們在安全前提之外再聯絡 誰是大英雄 大英雄 大家好,我是Stanley 史達利 做片的時候已經在澳洲的深夜是三點鐘 其實我在十二點鐘已經睡了 但睡了一個多小時的時候 俄軍攻打伊國的烏克蘭首都機庫機場 事件就令Stanley 起了身 Stanley 就知道如果不做片,今晚就一定睡不著 其實今天下午,Stanley 就看了很多俄羅斯入侵的機庫的新聞片 中文的來源主要來自台灣 至於廣東話,蕭山就做了三條 而一世集出了一條 但印象最深刻,是沈玉暉和那一位 此一困在機庫的戰地記者朋友 求上帝給她有平安 此外當蕭山在她第三條片 就說到在Cup House那位有烏克蘭太太的朋友 她的惡婦惡母就告訴她 年輕的烏克蘭人是主戰 而上了年紀的烏克蘭人就有這樣的留言 說30年前,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是基本上沒有分別 都是由俄羅斯統治 至於世集她就說到一個情況 說如果烏克蘭人民用史太林格拉那個模特兒 依然可以一戰 Stanley一聽到史太林格拉 Stanley心裏便打了一個突 因為這一場戰役 德國和蘇聯估計雙方陣亡的總人數是71萬 故此今集片集的四大英雄榜 港聯的沈玉暉 和南帝蕭若元先生 是一人拿到一分 希望摘粉就不要太介意 至於這條片的主題 想和大家思考一個問題 究竟烏克蘭可不可以不和俄羅斯打呢? 在繼續之前我們聽多一次老蕭那個朋友究竟是怎樣說 他是這樣說的 這些年輕的烏克蘭人就很反俄 但是老一輩就覺得沒所謂的 30年前都是俄羅斯統治的 在吃晚飯的時候 細仔就很緊張 就問我對於這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事件是怎樣看法 Stanley就這樣說 如果你是有選擇權 假如澳洲要參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事件 如果你是有權選擇 你就不要去 Stanley先要聲明 Stanley並不是為了疼兒子 怕去戰死沙長而叫他不要去 而是純粹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事件 是十分之複雜 並不是可以三言兩語 就說俄羅斯錯了 烏克蘭對了 就正如老蕭剛剛說 年輕的烏克蘭人大部分都是主張迎戰去反俄 但是對於上了年紀的烏克蘭人 他們就覺得是沒什麼所謂 30年前烏克蘭都是由俄羅斯統治 如果大家熟悉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 在基因上這三個國家的人民 根本就是同一種人 叫做東拉斯夫人 故此當細澤在今日條片提到 史太林格納那一場戰役 Stanley就有很大的保留 覺得俄烏九分事件 是否等於當年的蘇軍和德軍的死亡對峙 史太林格納戰役 那兩隊軍隊 他們並不是同一個民族 所謂兄弟 而事實上俄烏兩國的總統 在此次的九分裏都是不想走到一種死亡對壘的狀態 烏克蘭的總統他一直是尋求避免開戰的對話 而至於俄羅斯的總統普天普京 他就一直強調烏克蘭的士兵如果不對抗 他們是可以平安回到自己的家 但是至於史太林格納戰役 蘇德兩軍都是要至於歲方死地才能解決 至於第二個有保留對於俄烏九分事件 是由於烏克蘭在宗教地緣政治裏是十分之複雜 相信大家都知道俄羅斯的宗教是東正教 但是烏克蘭人除了信奉是東正教 他亦都是信奉這個天主教 那這個宗教情況是與烏克蘭的地形政治有關 在地理上俄羅斯就在烏克蘭的東面 而烏克蘭的西面就是以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為主 故此黏著波蘭那些西北省份的烏克蘭人 大部分他們都是信天主教為主 故此你從這幅地圖以基庫作為烏克蘭國的中心 沿著基庫那條的主河叫做蒂列八河 由北向南直入這個黑海 剛好就將這個烏克蘭分為東西兩半 那不用說烏克蘭的東邊的州份 烏金斯克、頓利斯克和克里米那些東邊的州份 他們的宗教言語和民族性當然是會貼近俄羅斯 而由基庫以西 因為宗教是以天主教為主 而地理上是更加貼近歐洲的西部 所以思想是較貼近西方 時時刻刻都想加入歐盟 故此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事件 俄羅斯就選擇勞金斯克和頓利斯坑 這些東部州作為起戰點 因為那些州份較多人是會親俄 所以戰事預計就不會太過激烈 太大的反抗 但是對於此刻的幾乎 由於去是烏克蘭的角度 相信的爭持是會很激烈 至於烏克蘭的西北部 俄羅斯就應該不會打到那麼遠 因為一打到西邊的州 特別是波蘭和斯諾佛克 歐盟就一定會出手 從這一種的宗教地緣政治 我們就轉入第三個 為什麼Stanley對這個俄烏 九分介入是有保留 原因就是西方的國家 包括美國對這一次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事件 態度就是十分之曖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一種的Bot Game 叫做Visk Stanley在加拿大讀大學的時候 就十分喜歡玩這一種的Bot Game 玩Visk的其中一個技術 就是在你所擁有的地方 你要放多少兵在那裡 放得兵越多 即是代表那一個是戰略的地方 如果你只是放少少兵 即是代表你要棄手那個地區 就好像在這幅放大的地圖裡 我們看到Russia 將他十八萬的兵分佈在白俄羅斯 俄烏邊界和克里米亞 他主要就是圍著這個Uking的東邊 是想拿到他的首都基庫 那俄羅斯為什麼這麼刻意 在這幾年要控制烏克蘭的東部 其實從Visk的Bot Game Theory就十分之簡單 因為自從俄羅斯拿回克里米亞 烏克蘭就一直在想 究竟會不會加入歐盟 如果一旦烏克蘭加入了這個歐盟 在地圖的眼裡就會由現在的灰色 變為好像波蘭那些淺藍色 即是說一旦烏克蘭加入了歐盟 俄羅斯就沒有了一個Bot War Country 而是直接和歐盟的成員國是直接接觸 那這個情況對俄羅斯和歐盟都不是一個理想的狀況 故此根據Visk Board Game Theory 歐盟一直都沒有對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 只是行禮如意對俄羅斯用經濟的制裁 故此烏克蘭的人民面對這次俄羅斯的入侵 他們是好像那些年輕人這樣說要主折 還是好像那些年長的烏克蘭人說沒有所謂 給俄羅斯去管 如果Stanley根據Visk Board Game Theory Stanley就認為俄羅斯今次的軍事入侵的行動 主要是想拿回歐克蘭的東部 包括幾乎至於西部那些州份 如果Stanley是普京就一定不會要 Stanley相信如果歐盟見到俄羅斯 讓西烏克蘭的州份維持現狀 他們是絕對不會軍事介入 即是說烏克蘭的人民 在今次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事件 他們最重要就是保住首都基庫 根據Visk Board Game Theory 當俄羅斯拿回烏克蘭東的管治權 普京未必對烏克蘭各都基庫都會拿 只要烏克蘭去用實際的行動去給到俄羅斯一個信 西烏克蘭是仍然維持的現狀 成為俄羅斯和北約的歐盟國 形成一個buffer 相信俄羅斯是不會拿基庫 但是如果俄羅斯真是狼子野心 要整個烏克蘭都拿光 那如果烏克蘭想北約的歐盟國是介入 根據Visk Board Game Theory 烏克蘭就不如向歐盟發出一個訊息 告訴歐盟的北約國知道這個情況 如果歐盟不幫忙 烏克蘭人就完全不抵抗 總的例說Stanley不贊成 細節的看法用史太林格拉戰役那種態度去面對俄羅斯 相反Stanley認為烏克蘭一定要給北約的歐盟國一個訊息 如果他們袖手旁觀 烏克蘭人就會躺平 讓俄羅斯直接面對歐盟的北約國 不繼續做這兩大陣型的buffer zone 好今集的節目就做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